各位大家好 我是鄭兵信 各位朋友 又到和大家信有出路的系列 過去一段時間失業率不斷地上升 我們看到很多市民大眾工作都是不穩的 有些人是沒有了工作 也有些人是減了時數 工作時數減少 也都是不夫之 面對很大的困難 所以今天我和德偉一起找個街坊 和大家說一下現在在香港 實質很多機程的家庭面對的困難 沒錯Vincent 在這麼多個月來 我們在地區都收到很多街坊的求助 有關於失業和經濟的困難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了一位 在街坊來到我們的街市 來看看他平常的開支和經濟是怎樣的 好 我們請問Wendy Hello Wendy 謝謝你過來和我們聊聊天 不如Wendy 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去買菜 一邊買菜一邊聊好嗎 OK 好吧 Wendy 我們剛剛去買完菜 看看買了什麼 這是生菜 買了一斤生菜 然後有些… 生菜多少錢 一斤12元一斤 我剛才看到你選菜 最初想選菜心 但菜心很貴 所以菜心貴多少 一半 那雞呢 要吃兩餐 剛才我們買的時候雞也不便宜 四十多元 四十多元 其實我真的買一塊豬展煲湯 是九十多元 買西絲骨便宜很多 便宜多少一六十多 是兩個人份 所以有時候豬肉也不會買 買雞肉便宜一點 買五花腩 三十多元就算了 那其實平時的飲食 現在都要省著他洗 是嗎 是啊 因為我現在失業 真的沒什麼做 明白 我想問一下平時 你們的家庭開支是多少 還有現在呢 小朋友不用上學 有失業 我見到你這裡 也有些靈體 有些花生 有些情況 就是小朋友不用上學的時候 你的開支會變大了 你平時有什麼家庭開支 我其實最大負擔就是屋租 首先 都兩千多 然後就水煉煤一定要 其實那裡真的都要四千多 就水煉做這個給的了 那接下來吃呢 現在因為疫情影響 女兒又提早放假 那她在家裡變了 又要買多零食給她 過去在賓館的工作 主要是做什麼內容 主要做執房和前桌 就是一生兼多職 其實都很辛苦 這工作 剛好疫情又影響了 你知道對酒店業 類似的全部打擊很大 所以我又做兼職的那些 肯定第一時間 不要就是我這些 所以現在我都差不多需要有半年了 現在申請資助那些很難 因為我之前申請過 水積家庭不低收的那些 就一定有事做 你才可以申請到 現在我失業了半年 我完全申請不到 所以我日不停的開支 我沒有收入 現在就是靠光業基金 我旅行學校那些 就是三千三千這樣 加上你才是單親家庭 自己帶著女兒 Wendy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不是很多你的同行 例如做酒店賓館 都是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的認知 我們都知道近來做旅遊業是很慘的 不論是做導遊 駕駛旅行巴士機 賓館 酒店 其實都是很多時候都沒有了份工 是不是你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在這樣的情況 是的 我和我全都說沒有完班 基本上沒有工作 他們都要轉行 因為他們都在住劏房 都要租金 因為他們都在住劏房 都要租金 升級酒店的全部都沒有助理 封房子 封幾層都完全沒有了 就算做都是給他回10天 就算我現在的同事還在回 都是回15天 15天只有幾千元 15天真的很少 只有幾千元 他真的不夠開支 他都要做兼職做家務助理 我想找回酒店很難 因為我所知 我老闆已經是零遊客 但現在面對失業一段 都比較長的時間 其實你覺得 政府有沒有什麼幫到你 或者他過去有什麼幫到你 或者你覺得接下來 有什麼想他幫你 這幾個月 其實是真的申請不到資助 因為很多都太小明 有很多人已經 比如之前想申請的 都被人 有些是過了劇 或是被人搶走 究竟我是真正知助 考牌 還是我現在先做事 其實我是應該先做事 我知道你都不想申請縱援 覺得縱援可能有標籤的效應 也都自己想靠自己 有限制 為什麼不申請縱援呢 可以說一下嗎 首先我覺得自己有雙手做事 還有我也想給我一個正面 就是我女兒 我不想這樣靠自己 我自己又不是很老 第二就是我不想那麼多限制 我想我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可能找多些 或者去加班 或者之類的東西 那你沒有什麼特別想政府 覺得他不如政府 見到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應該都很缺添一點 你覺得政府應該可以幫你做 應該做 要最快做的 有沒有什麼 最快是增加職位給市民 真的很多人沒有工作 現在我們真的 民生問題是工作 你沒有工作 你真的會吃飯 那麽已經是問題 好的 多謝你Wendy 多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你盡快又可以找到工作 我們希望香港的疫情 都能夠盡快康復過來 多謝你Wendy 謝謝 多謝你 各位 剛剛我們跟Wendy聊過 我自己很深的感受 Wendy其實都是 有照顧著小朋友 其實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也是很無奈 因為其實很想靠自己雙手去找工作 但是因為酒店 旅遊業現在的情況 這麼惡決 他們真的很難 手停口停 是的 其實我們在區內 都收到很多個案 都有關於失業的求助 其實除了一些家庭之外 包括一些青年人 中年人 不同年紀 不同行業都面對一個失業的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香港社會 甚至社區裡面 都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是的 令到我們很擔心 所以民建聯我們自己 都有幾點的建議 第一 過去政府在抗疫 主要是靠補就業的計劃 補就業計劃 主要是支援一些公司 企業等等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更加重要 就是一些打工仔 又或者是失業人士 所以我們第一 就是建議 政府應該要考慮 失業援助金 一個有時限性的支援 給一些失業的朋友 第二 就是增加多些 短期的就業職位 政府早前說過 又會有3萬個 短期的就業職位 加1萬個公務員職位 再加5千個短期的職位 4萬多個職位 但是坊間感覺不到 特別是基層的失業的人士 都不知道怎樣申請 政府真的要大都撥虎 一些明確清晰的指引 跟公眾說 究竟這些職位 怎樣是可以找得到的 才是可以真正幫到它 另外我們知道 現在坊間有些再培訓的機構 裡面有一個叫愛增值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底下 課程很少 還有它批錢的時候 要很長的時間 令到一些居民 都不知道怎樣去選擇 所以我們希望 愛增值計劃 可以開放多些課程 還有將它撥款的時間 縮短 令到大家都可以更加容易申請到 最後就是面對著很多開工不足的人士 就像剛剛Wendy這樣說 她都曾經想申請 那個在職家庭津貼 但是因為入場門檻太高 所以都申請不到 我們都建議 政府是一個更加低的門檻 讓到有些開工不足的人士 都更加容易申請到 最少都可以留住她的工作之餘 都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但怎樣都好 我們自己當然希望 疫情能夠盡快受控 讓經濟能夠穩定的起步 希望政府有更加多刺激經濟的方案 讓我們香港能夠再次起飛 今天我們跟大家談到這裡 遲些有機會跟大家再說一下 多謝大家